你好! 因為年末的時程安排比較緊湊啊 所以2023最後一季的劇推 現在才有時間提供給大家 馬上就一起來check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漏看的好劇吧 七人的逃脫一顆星 難得開啟狗血劇的我呢 意料之中的看了個寂寞 老實說看完之後我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看了什麼 風塘的劇情以及浮誇的演技 竟然還沒有一個結尾 最後一集預示著之後會開啟第二季的篇章 如果只是想打發時間的話 歡迎打開開開眼界啊 走進你的時間三顆星 韓版的想見你 大眾評價看起來是有高有低 我個人呢沒有看過台版 所以單純就劇本身來看的話 我覺得首先男女主角就比較沒有CP感 懸疑的劇情是鋪陳的還不錯 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亮點 除此之外呢 畫面將學生時期的青色感表現得還不錯 加分加分 災後調查日誌2 3.5顆星 這一季的表現雖然依舊精彩 但還是不如第一季 尤其是在男二劇情的部分 真的不太懂為什麼要這樣寫 再加上新角色的加入 就壓縮本來消防這一塊的戲份 雖然演員之間的張力和劇情上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但就不免覺得有些部分真的可惜啦 戀愛不可抗力3.5顆星 近期有很多牽扯到前世今生的戀愛奇幻劇 這一部在劇情上沒有特別出彩 但在各方面的呈現上都不算太差 本來很擔心男女主角的演技 但在這一部呢 看到了男主角陸雲明顯的進步 把角色的陰暗面和可愛的部分都演繹得相當好 未來可以期待他更加活躍喔 二中之二3.5顆星 雙帥出演 時間點設定在1990年代 將黑白兩道的角力透過男主角的潛伏任務精彩地呈現出來 角色的性格都很鮮明 看雙帥標戲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只是劇情不出意料的呢 讓人很胃疼 看了會讓人有點心情沉重 如果喜歡黑白兩道抗衡的戲碼 可以打開來觀賞 全國死刑公投3.5顆星 劇情圍繞在秘密人物舉行的死刑之刑全民公投上 司法沒有給予壞人相應的責罰 一直是經常會被討論的議題 這部劇的主軸選得非常好 但在呈現上呢就稍嫌問亂 也有一些不太必要的角色 招人反啊 讓我一邊遭遇一邊看完了整部 可惜了如此有話題性的主題還有演員 在滴家默默上線只有六集的精彩短劇 主軸圍繞在一群海景身上 演員們都是演技派熟面孔 劇情簡單直白 整體氛圍基本上輕鬆愉快又不實內涵 正反雙方的對戲相當精彩 讓人了解到海景一部分的工作內容 是適合合家觀賞的好劇 魔性第六感 四顆星 故事設定呢是女主角在一次意外中 擁有了摸屁屁得知真相的超能力 以此開啟心驚膽跳的查案人生 劇情基本上輕鬆又可愛 主軸的懸疑線也沒有馬虎 讓人直到最後一刻都猜不出案件的兇手是誰 男女主角和村民們的可愛互動是一大看點 讓人想要跟著他們一起努力查案 盜賊之歌 四顆星 劇情設定在日本殖民時期 呈現出不同角色為了家鄉而團結在一起的故事 整體敘事很有層次感 過去與現在的故事穿插呈現 讓劇情更有深度 每一位演員都將自己的角色建構得很立體 分開來看都非常有魅力 集合在一起又創造出更有溫度的新故事 整體畫面的呈現也很有舊時代風格推播 我的女神室友斗娜四顆星 本來以為會是相當悶的一部劇 沒想到雖然劇情線單純 我們美麗的秀制加上美好又有溫度的畫面和濾鏡 就讓人不自覺一集接著一集 不只是畫面好看 音樂的搭配也很和諧美好 開放式的結局也讓我覺得 一切都恰如其分 充分感受到角色們的矛盾和戀愛所帶來的酸甜感 2023年的神劇非無名莫屬啦 話題性和整體評價都非常的高 不論是甜甜的小孩線 或是歷經風霜的爸媽線 劇情穿插呈現出兩個世代的故事 最後讓他們齊心保護自己心愛的人們 將動人的親情和愛情都深刻烙印在觀眾心中 角色們都具有不同的超能力 乍聽之下很周恩 但搭配相當有層次的劇情 成功呈現出韓式英雄劇的新額局 非法正義五顆星 我們男朋友入伍之前的野心之作 這一部可以算是相當成功的漫改劇 爽度不輸原作 在選角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一個接著一個的案件 無意不呈現出現今思法一直都存在的爭議和現況 值得讓人深思 劇情的串接和角色的化學反應都相當優秀 整體節奏感抓得相當到位 各方面加成起來有種相符相成的感覺 絕對是大家不可錯過的一大闖劇 本次特推 療癒小品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這一部探討的主軸是憂鬱症和躁鬱症 會對患者本身還有他周圍的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讓大家知道如何正確地去看待精神疾病 每個人都會有情緒故障的時候 但要怎麼樣去療癒自己 是每個人都必須要學習的課題 第一點 情感細膩 氛圍療癒 這部整體的氛圍柔和溫暖 從主演們的互動到劇情故事的推進 都散發出一股療癒感 看著故事線中的角色所預留的事件 都能讓人感受到他們情緒中 所想要告訴大家的話語 透過這些情感的交流 我們也可以去反思 是否有好好照顧到自己的情緒呢 第二點 故事豐富 主軸明確 透過一個個不同病患的病徵和小故事 一步步鋪墊主軸劇情的情緒 在情緒堆好堆滿之後呢 中後段就徹底爆發出來 這樣的劇情安排相當流暢 也讓人感同身受 彷彿能接收到主角所散發出來的訊號 也能讓人更認真去看待 精神健康這件事的重要性 第三點 角色設定立體鮮明 男女主角的CP感呢 雖然沒有到很足 但以一個溫柔的方式 讓他們自然的互相吸引 進而互相療癒 反而感受到他們之間強烈的情感流動 尤其是男主角將善良又認真的角色特色 以一個俏皮的方式呈現出來 非常討喜生動 為這部戲沉重的部分 加入溫暖的色彩 女主角呢是溫柔認真的護理師 所以這樣的性格呢 就讓她在精神科受到非常多 精神上負面的累積 劇中的情境呢 其實可以代表我們每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其實多多少少都有 這樣子情緒或是壓力上的累積 所以呢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去學習 如何管理還有解放這些情緒 才能擁有一個真真正正健康的人生 我在看的還有 《金城怪物》 《死期將至》 《大指揮家》 《和我老公結婚吧》 《與惡魔有約》 《歡迎回到三達裡》 2023的年末到2024都有不少 大家期待已久的好劇上線 王菲主打的《金城怪物》 在鏡頭呈現還有劇情的節奏上都有高水準的演出 塔斯可以說是歷代最強的《死期將至》呢 不負眾望成為近期的最強檔 劇情和手法呈現呢 都將韓劇刷新了一個層級 還沒有看過的你 千萬不要錯過囉 2023愉快的收尾 2024呢有很多好劇已經完結 或是還在路上的整理 快點蒐集未看清單 讓好劇陪你過新年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 或是對今天的內容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推劇下次見囉 掰掰